有一个小孩他就是说是 半年前那个学校那个老师说的 小孩有那个抑郁症啊 那个孩子的现在的表现就是那个害怕 总是害怕有人会那个 会是什么呢 就是会有人会 这个是一个小孩 就是差不多有十来岁吧 就是总是感到害怕 感觉到有人来那个害怕 然后就是那个放学的路上就是很胆小 总是有认为有人在绑架他 很紧张 回家后就是关门关窗 反复的说一些话 学校呢也不同意接受这个孩子 他现在读那个高三 就像他那个开启啊 他的功课 他现在是 他母亲给他念嘛 大悲咒十一 心经十一 礼佛一遍 你叫他 心经念二十一遍 心经念二十一遍 啊二十一遍 大悲咒念七遍 七遍 礼佛一遍有点太少吗 礼佛念两遍 哦两遍 哦两遍啊 还有念 鲁伊宝龙王陀罗你念二十七遍 二十七遍啊 嗯 好吗 还有叫他小房子不停的烧 哦 不停的烧 先给他念四十九张小房子啊 哦就是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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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对对对果 Lunenni says 好好据 IG